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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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哦 它隧道很外面哦 Yo what up 欢迎回来 ARK 这个城堡墙壁 我私底下盖到来这里了 我老师跟你讲各位 我盖到这里的时候 我顶不顺了 我发现太好太好时间了 所以呢 半路我就用指令 打那些建筑出来继续盖 盖到来这里 当然啦 还没有完成的 我还没有放柱子 我还没有放天花板 还没有放那个 石头的围栏 我用新维兽 慢慢像这样子上下 上下 找材料慢慢盖啊 我跟你讲 到这边地图 都还没有盖完啊 我觉得 前面这里我就空着先 我暂时还没有想到要放什么 可能会放 大的恐龙门 或者是 两三道小型恐龙门 或者就这样子空着 OK啊各位 请允许我 在这个城堡墙壁上 用指令 我要快快叻 有那个完整 盖好的样子出来 你懂的啦 我的影片 无论会拍下那个 空镜 啊 我要快快 呈现那个感觉 然后开始 又 幻影回来 啊 我要快快到达 那个时刻 你懂吗 用指令打出来的建筑 我只会在这个城堡墙壁用 其他的我一定要 保持真实 自己去找材料 OK 呃 现在 我要盖一个 用风神 勾恐龙回来 放下去 慢慢驯服 的那一个地方 我不懂叫什么啦 中文 哈哈哈 盖一个小小个的就好了 装得下镰道笼啊 这样子就OK了 他还在这里烙尾 OK 需要多一点 继续 好的 啊 接下来就是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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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测试一下先 放了那个门框 擒龙这种体型的车子走不走得出去 嗯 对了啊 这样子就卡着他咯 走不出去咯 我就可以在外面 这样子射那些恐龙咯 勾得回来的恐龙咯 都不需要大的空间 这个面积就够了 要不要放一个小型恐龙门 各位 不要打不要打 我很想清掉这里的虚猛龙 讲真真的 盖多一层在上面 然后这里 小型恐龙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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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完美了 我相信这样子 就可以把恐龙卡在里面 它出不来 然后呢 我又有空间可以射进去 我打算也放一些斜波 各位 完美 斜波这里走上来 就可以射它 然后呢 在旁边这里 就可以射它 然后有很多的角度 速它 这个斜波的用处呢 还可以 引它跑进来 好 好 这里出去 它就在里面了 OK 我不要它伤害我的 我不要它伤害我的 建筑 哈哈哈 为什么你被我刺激 刚刚我示范下罢了 三角龙 不用这样小缺的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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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它重回去 打我的建筑 谢谢三角龙 让我示范哈 Yo what up 我是简介石Beriki 上一集 我经过那一个 很多聚合力的地方 我记得我看到一只 40多等 颜色又不错看的 镰刀龙 我决定 用风神异龙 过去勾它 回来这个地方 慢慢驯服 慢慢研究 我发现以前 第一次驯服到的 那个镰刀龙 没有真正的发挥到 对了就是这里附近的 嗯 镰刀龙有吧 OKOK 哈喽 应该是你了 47 47 47 Let's do this 嘿嘿嘿 喂哟 有紫色 有褐色 红色 有褐色 红色 冷静 安啦 不要忘了 帮车啦 等下你就倒了啦 这只镰刀龙 一直想尽办法 要砍到我 你知道吧 很有毅力哦 不行 麻醉一下它先 各位伙伴 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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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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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 它砍到我吗 不不不不 它砍到我 等下 等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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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它砍 那个石头墙壁 应该要砍一段时间 没有这么快的 石头墙壁有意外却啦 它砍一下去石 哈哈 跑了跑了 跑不出去是不是 You got damn right 没有错 啊 你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围着它 它现在一直在追着我 或者我在追着它 然后附近一定又有什么危险东西的 如果在它刚刚那个曲衣直接驯服 喂 看着我 小心哦 它碎到很外面了 代表有东西过来咬它是咬到 我这里有一只驯门龙看 哈喽 脸刀龙 脸刀龙 脸刀龙好像很快醒了 没有记错的话 刚刚我不小心用我的麻醉药 弄完麻醉表 现在完全没有麻醉药了 只可以喂黑果咧 好嘞 好嘞 选一选它的案先 60多等的我记得 脸刀龙案 70等脸刀龙 每个月 脸刀龙有这一个 看到吗 采集的等级 附加精细采集 还有附加威力采集 什么意思来的 哈哈哈 带它出门走走先 一边走 一边研究 刚刚那两个采集的东西 一年一度的脸刀龙 各位 精细采集 就是采集 纤维 总之 比较薄 比较小的东西 威力采集 就是木 茅草 肉 大腿肉 这样子 我看到是这样啦 YOW WHAT UP 又是我 我太兴奋了 很激动 暗了 然后我去砍一下树 立刻操纵 这个时候我才想起 原来镰刀龙没有木减重 靠杯了 我觉得镰刀龙比较适合 加那个精细 专门拿来采集纤维 采集木头的工作 还是留给蒙马像 OK 各位 灵感来了 镰刀龙的名字叫 精神细心 巴朗道 精细 OK啦 有不错的punch line 可以punch到一下啦 精神细心 巴朗道 这个工作地方 我不要盖起来了 我决定在那边 直接盖一个工作室 当然啦 那个工作室我要有设计感一点 有设计感叻 就要看 盖建筑的YouTuber的影片 新美兽 蒙马像 镰刀龙 过来这里 我参考回那一位Aaron Longsoft 再次感谢他 我觉得我未来盖什么东西 都是参考他的啦 各位不用看了的 蛤? 很大下这个工作室 等下没 蛤? 来来来 我抖一抖先 我看一看先 对了 他的宽度叻 就是十个 DG 对了 这里空着 我不要让他们联起来 OK 完美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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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放柱子 然后就 木的柱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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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哦 要蛮多柱子下的 要一直盖柱子 各位 哇 有封城真的是方便很多 很多 用封城 狗猛马相 下去生年华 再裹他回来 接下来 楼梯 两个楼梯这里 这里一个 OK 这里恐龙门框 这里小门 双门 接下来我要找大量的水晶 要干温室墙壁 OK 水晶哪里多 那边 我的油框附近有很多水晶 没有错 我平时逛街哦 除了跟你们吹水 也是有留意一下周围的 不是单纯的吹水的 你懂吗 好的各位 油井附近的水晶挖完了之后 我在想哪里还有水晶 然后我想起来 那一个洞里面水下 我遇过水晶 你还记得吗 对的 下去挖一挖 挖了大概300多个水晶这样 回家弄温室 盖起来 这个工作室 一开始发温室哦 那个层次感就来了 Let's go break 嗯 哈 喂 不要挡住 抱歉抱歉抱歉 一这样大只 一这样能弹 你给我插一下 不要适合了 就应该 真的是帮他爬一样 这样罢了的 OK 这些茅草的建筑呢 只是盖来 比较容易盖那个墙壁罢了的 一眨眼就用完了那个墓 YES SIR BABY 真的是要看人家才有那个感觉 真的要看专业的才有那个设计感 有了风神翼龙 我不是开玩笑 以前没有他 我要骑猛马相 从山上走到下来 然后又要走过来这种有树的地方 只是走过来的那个时间已经浪费掉了 所以有了风神之后 这一个办公室盖起来的整体感觉 会有效率过那个舒适小屋 研刀龙现在是纤维kink 因为我加了那个精细采集 要飞 要飞 上面这里也盖 天花板 好像快快点 有了 对 这里叻 就是可以放箱子啊 放那个保险柜啊 你喜欢啊 总之有空间可以放你要放的东西 啥 噢 太崩了 大概我 我越看越惨贵 剩下的这个部分 又要盖蚊子的东西 好 再去找水晶 我猜大概还有40% 就能盖好了 哦 那个是水晶了吧 耶耶耶 可是太沉冒险了 附近叫到孔雄对不对 来啦 挖一挖这里啦 Holy Jesus Let's go 发现到有一个新的水晶地点 OK啦 应该够了啦 回啦 温室邪屋顶 弄8个 真的很有feel耶 OK nice a nice a OK 弄一个发电机 他建议就是放楼梯先 然后你爬上楼梯 这样子盖 他讲哦 这样就会比较准确 要盖到美美 要盖到美美 他有强迫症的 不怪得他很在意那种建筑啦 不怪得他的影片 都是那种很准确的盖到美美啦 真的很佩服 这个可以拆了 Oh my god 真的是空掉了 哈哈哈 我刚刚到这里的时候 整个森林来的 发现的地方 盖一个爽门 perfector 今天我讲perfector 讲很多错啦 我很爱啊 弄一个机床 放工作室 OK 一个机床 感觉很整齐哦 他的工作室 OK OK YES 这里闻吃 上面这里闻吃 下面这里闻吃 下面这里闻吃 恐龙门 假裤的 but what a be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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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N BIN FU 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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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 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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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储存东西这样子 每次登录 Art 都很有心情去弄东西了 懂吗 哇 很想进去弄下东西啊 哼哼哼哼哼哼哼 弄这个出来看一下咯 金属标识版 弄两张工作台 放在那个工作室 对的 我一在那边放了工业龙炉之后 这里我就觉得很少用了 现在因为我需要铁 我不想在里面盖熔炉 我直接在这里用着先 然后多多的铁盖工业熔炉 放在工作室 工作室就变到常用了那时候 Go World up 又是我 接下来弄了一个冰箱 放在发电机旁边 各位放心 这里还有空间可以放化学座 弄了一根鞋的电线和一个插座 给冰箱发电 冰箱成功发电之后 现在来test一test刚刚那个标识版 放在这里啦 它是有一点的歪 可是没有办法 它不让我调整 看Linna's your one-up workshop 不不不不不 我还是接受不到 塞掉了 我接受不到 我觉得空着比较好看 里面我已经确认了要放的东西叻 就是这里一个化学座 这里两个保险柜 下面这里我不确定 我打算就是一边玩 一边慢慢想 最主要最主要的 这里一定要熔炉 工业熔炉 这一个文字设计就是为它设计的 可是不是今天啊 今天我很多时间就拿去盖这个建筑了 这个 You got them right 没有错 里面的装饰叻 有什么想法也是可以另外跟我讲 不要害羞 这里感觉又可以放一些东西 这里又可以放 如果我更加要生产力一点 这里盖天花板再放一些东西 OK 各位 这一期就到这里先 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like 还没有订阅的话记得订阅 你们的支持绝对是我一直 制作更新ARK的动力 谢谢支持 谢谢收看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Let's go break away